女人只是喝了一口香槟 就掉了一颗牙 咳嗽一下 竟直接吐出颗牙齿 再一看 细皮嫩肉的手背直接脱皮 就连指尖也在消失 她赶紧用另一只手盖住 旁边的地中海木凳口袋 女人一挥手 地中海便晕死过去 情况越来越严重 她躲进卫生间 赶紧降门反锁 很快 她的身体也开始分解 就连五官也没能幸免 她慌忙从包里掏出蓝色粉末 倒在手心就开垦 好在粉末很快起作用 五官渐渐恢复 她以为结束了 疲惫地靠在墙上 可下一秒 一切源于一次简单的送服 那是一种可开发大脑的药品 黑老大想将其走私国外 但因为运输体不够 路西意外被选中 同样被当作运输体的还有三个男人 小弟警告他们 如果有人报警 家人的性命就不报 随后他们被套上头头 分别送外不同的国家 等再次睁眼 路西被绑在一间小黑屋 因为拒绝男人的挑动 气急败坏的男人 对着路西就是匡匡击脚 踹得他难以起身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腹部的药物包装已经破损 药物在身体里不断碰撞 剧烈的疼痛传遍全身 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抽搐 眼睛也随之变成蓝色 下一秒 路西直接进 直接悬浮空中 他想通过铁链拉回 但根本做不到 在一番剧烈挣扎后 路西直接晕死过去 因为药物的作用 他的大脑此时已经被开发到20% 等他再次睁眼 路西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面对持枪进来的男人也丝毫不慌 男人想占便宜 没想到路西出气不意 直接将男人甩翻在地 他用皮带将桌子拉近 拿过枪就往外走 看见大厅有人看守 举起手枪就是一通射击 三天没吃饭的路西 抓起桌上的食物就往嘴里送 吃饱喝足 才发现右肩有伤 他直接伸进伤口 整个过程面不改色 仿佛丧失痛感一般 每两下就将子弹抠出来 因为肚子里的药品还在不断渗透 他立马打车前往医院 因为大脑已被开发 他能清楚听到百米开外路人 打电话的内容 医院的中文招牌 直接翻译成英文 他禁止闯进一间手术室 仅看了两眼病人的CT 便直接给他送上盒饭 随后把他推下床 并说他已经没救了 自己则换了手术服躺在台上 这一连贯操作给医生都看傻了 随后举枪威胁医生 将体内的药品拿出 没见过市面的小护士 直接吓晕过去 医生不打麻药直接开刀 反观路西依旧面不改色 因为担心自己命不久矣 于是借了医生的手机给妈妈打电话 听到妈妈的声音 不禁流下眼泪 眼里竟是不舍 走出医院 他发现能看见树干的所有耐力 自己又增加了一个透视眼的功能 而现在 他只想找黑老大报仇 女人对着墙壁 框框就是几枪 里面的小弟精准倒下 仿佛开了透视眼一般 他静止来到黑老大的房间 掏出腰后的刀 直接钉死他的双手 本在享受的黑老大猝不及防 突如其来的疼痛让他哭爹喊鸟 路西也不多跟他废话 直接把手放在他的脑门 顺着神经元 窥探到他的记忆 路西很快就知道了其他三人的去向 随后他来投奔闺蜜 借用他的电脑飞快找寻资料 很快就查到了研究脑学教授的信息 他直接打去电话 表明想和教授见一面 因为他的研究想法正是路西现在经历的 路西说自己读完了他的所有著作 可教授却以为他在开玩笑 教授还是有些不幸 直到电视电话 广播都出现了路西的脸 教授愣愣地看着眼前的路西 这才相信他说的话 路西将自己的遭遇简单说出 还表明自己的大脑已经开发到28% 并且可以控制自己的星辰代谢 但因为过度开发 他越来越不像人类 大量的新知识涌入脑中 让路西不知所措 教授建议路西可以回到最早的时候 也就是第一个细胞出现的时候 因为生命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分享及传递所学的东西 任何细胞都会随着时间老化 路西恍然大悟 为了有更深入的研究交流 两人当即约定立马见面 准备离开的路西看到闺蜜出来 因为在刚进门时 他看见闺蜜身体的机能正在下降 给了他一张处方后就匆匆离开了 路西再去机场的路上 将头发从金卷毛变成黑长直 因为新闻播报他刚杀了人 于是他借此来躲避警方的通缉 接着 他给缉毒警打去电话 仿佛女人正在监视一半 男人身边真的有只红笔 他一脸疑惑 但还是选择赵总 因为他准确地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女人提供了偷运药品的三人信息 直接将他们的照片传至警局电脑 此时警犬察觉到女人的怪异 只见他将墨镜摘下 警犬害怕地往后退了退 另一边的警察不敢怠慢 赶紧在女人所说的机场部署 果真抓到了偷运的三人 随后把他们带到医院 准备将体内的药品取出 飞机很快起飞 但他的身体在药物的作用下出现了异样 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消散 五官也随即融化 可在吃了蓝色粉末后 不但没有缓解 反而还加剧了消散的速度 分解成亿万颗粒子飞射 没过多久 路西在医院醒来 眼睛不停变化 此时她的大脑已经开发到50% 她艰难起身 发现自己已经能赶至医院的一切事物 整理好着装走出病房 就看见警察持枪对着她 她也不惯着 一挥手 两边的气氛组瞬间倒地 中间的警察不知所措 路西缓缓走近 没想到自己的手枪直接投降 还没等警察反应过来 路西已经走到自己面前 他表明要将蓝色粉末拿回来 刚一上车 路西将所有手机发出的电磁波进收眼底 她找到其中一条 将其放大再放大 旁边的警察猛叉叉地看着这一幕 随后打开广播 听到黑老大要去将药萍抢回来的信息 时间紧迫 她将警察甩到副驾驶 自己直接上阵 尽管这是路西第一次开车 但她丝毫不慌 这速度给警察吓得不行 不仅快到飞起 穿梭单行道逆行 还制造了多起交通事故 凭借路西超高的飞车技术 他们很快就到了事发医院 与此同时 收到情报的黑老大已经提前到达医院 干掉了一众警员 为了快速拿到药品 他们直接开膛破度 女人一个瞪眼 男人的面前凭空出现一个屏障 下一秒 小弟们的家伙直接飞天 没有家伙的小弟们摆开架势 准备跟女人肉搏 只见女人缓缓走近 小弟们就跟耍拳一般 怎么都打不到她 随后就一个个直接升空 再一摆手 光头小弟直接砸进墙里 他的目标是男人手里的箱子 男人想逃 身体却死死定在原地 丝毫动弹不得 女人缓缓伸出手 拿过箱子转身就走 留着男人处在原地 气得腮帮子都鼓起来 他把箱子交给警察 翻开男人的衣服 徒手将体内的药品掏出 警察看到这一幕不禁害怕 两人提着箱子找到汽车 他们准备去找教授 做最后的大脑开发 可没想到这一幕 正好被在门口的黑老大看到 便吩咐小弟跟着露西 他们很快就找到教授所在的大学 见其中有个教授不相信 露西直接将手放在她的肩上 说出她的痛苦遭遇 看到教授面露苦涩 也证实了露西的能力 接着 她的手不停变换 将自己开发大脑后出现的变换 讲述给所有教授 随着开发程度的增加 脑子里的知识也越来越多 露西认为 世界上根本没有数字 也没有字母 为了方便人类理解 他们把自己的存在加以简化 与此同时 黑老大也带着小弟杀了进来 枪声惊动了所有人 露西知道时间不多了 为了验证教授的研究想法 达到百分之百脑面 他们决定将所有的蓝色粉末融于水 注射到露西的身体里 以此进入细胞的核心 随着身体吸收越多的药物 露西大脑开发的越强 嘴里发射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很快 他的身体出现变异 胳膊随即变成黑色 还伸出长长的触角 搜寻能量和物质 慢慢地移动到电脑旁 并且尝试连接 此时他的大脑已经开发到百分之九十 画面一转 屋内的所有人进入一个新的空间 露西正在做新一代电脑 尝试将自己的知识下载下来 屋外的战况紧急 黑老大很快就占了上风 他找到空子 将一枚火箭炮发射屋内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露西直接顺势移动 来到埃菲尔铁塔前 他现在可以无视时间空间 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只见他将手一挥 时间就暂停了 再将双手一划 时间飞速倒退 见到了木马民族 再次挥手 他直接来到恐龙的家园 见恐龙冲自己奔来 露西立马顺势移动 这次出现在他眼前的是 世间的第一只猿猴 随着他们的指尖相碰 露西飞出地球 经历着世间一切的瞬息变化 此时他的大脑已经开发到99% 时光倒流 细胞逐渐融合 最后只剩一个细胞 殊不知 黑老大已经举枪出现在他身后 就在他扣下扳机的那一刻 露西凭空消失了 他已经成功开发到100% 黑老大看着空空的椅子气急败坏 将手枪对准叫受 黑老大最终死在警察的手上 露西制造的电脑急速运转 很快变化作一个U盘 这是他答应教授的 要将自己的知识传承下去 下一秒 警察的手机弹出一条短信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觉得露西真的消失了吗